这一场纯泰式的比赛 红方是来自大同乡博军俱乐部的邱建良 而他的对手是来自广东奔胜的泰拳王叫诺鹏 这位诺鹏在上一次我们的武林峰跨年盛典中呢 曾经击败过香港的拳王向柏蓉 也拿到了WMSE的冠军 这位拳手呢是以自己稳健稳扎稳打 而且凶狠犀利著称的 跟我们前面的比赛不同的是 这场是纯泰拳规则 双方选手是可以开轴的 你看转着一个环着动作 这我们的武林峰的泰拳比赛呢 和真正的泰 传统的泰拳的区别在于呢 我们是三回合三分钟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南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薄紧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家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 至四十分钟 俯身壮阳 延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你弹头这种连击动作 但是这个可以 修剑梁刚才用了两次转身性的腿法 这个在泰拳中是也不太多见 我们的泰拳规则呢 更是使双方选手呢 更能合理的发挥自己的出色内威技术 而且像肘法的运用会增加这个比赛的配合率 另外一个在这个纯泰式比赛里面呢 还有音乐的伴奏 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是直播嘛 就没有放这种音乐 在泰国的纯泰式比赛里头 他这种音乐不是放 而是现场的演奏 有乐师给你进行演奏 这位2011年到13年 分别拿过中国级表赛的亚军 军军和冠军的中国现手邱建良呢 在这现在的比赛中呢 并不落下坡 那么在这里要报告大家 大家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在2月的16号 河南省体育馆将由河南卫视和青海卫视 包括泰国的摩擬探呢 将联营手高水平 双方现在在队宫中呢 这就是我们泰拳的特色 强势坚硬 那么在 重力的力量重击 在2月的16号呢 武僧一龙将迎战这个 鲨鱼狼 鲨鱼狼 没错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邱建良和这个冠军比赛之后呢 还将有这个王鹏飞 迎战的是这个美国的所色阿瑟 另外一龙 在迎战美国的格洛洛 最后将进行男子75年级 第八人战的最终的决赛 又开始了 第二回又开始了 哇 这诺鹏的这个后这个左腿的扫期真重啊 在我们这个解说期上能听见啪啪的响 你看这个洛鹏这个扫期又和纯太师的那个扫期又不太一样 好像是应该是邱建良应该是邱建良的 没错 双方在硬拼当中 硬拼当中被打掉了 不过我们今天觉得这个邱建良在这场比赛当中确实打还是不错 不错的原因 作为一个中国人 那么自费到了泰国来学这种泰拳 而且那个泰拳王 洛鹏呢 拳法上的对拼呢 邱建良是不吃亏的 但是在整体的立体攻击上 邱建良的腿法的有效打击率还是相对较低 我们都知道泰拳是喜欢那种无视防御的中卫扫踢的技术 并且迎接自己的内威技术 成为一套典型而独特的打法 邱建良被对方接腿 直接两个右手的直拳 他这种直拳 而且你还诺鹏根本就不退 没错 泰拳先生我们都知道他是慢热球 但是在这方面上 诺鹏似乎对我们的赛事的规则更加适合 这是邱建良第二次护士透露 这个如果一直不停的影响了比赛 那这是第二次 如果在第三次就要被发封了 没错 周建良连续的进攻 诺鹏现在直接又是挺上去了 这种推进型的泰拳选手啊 让你感觉真的是没错下场 现在看来这个邱建良这个护士 有问题可能对这个护士还不是 带来还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邱建良的几次无限行进攻 还是不错 邱建良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转身后摆拳或者转身的摆肘 想给对方一个重击 因为他想摆脱现在这种态势 因为对方一直在压着他 拼于用处 现在诺鹏要调整一下 诺鹏这位选手的确是 基本上扎实 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不同的是 其实泰拳手的下盘是非常非常稳 可能我们在看很多次中泰对抗的中国选手摔倒泰世上 那是因为得规则适应性的 现在我跟你说诺鹏在今天这场比赛里头打的已经不是纯泰世了 没错 你看你根本没有缠 缠斗技术就是没有 几乎没有那人 没有 是吧 抱在一起缠斗 我们这儿西法都根本都没有 红方是邱建良 蓝方是来自广东奔胜的这个泰国人诺鹏 邱建良很喜欢用这种转身性的攻击方法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泰国人能像诺鹏打这种节奏人也不多见 的确是能把节奏加快这样对泰拳手来说是一个对规则的全新适应 我们都可以看到泰拳的拳手 很少出现下蹲形或者前身形的防御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泰拳比赛中啊 很容易遭受顶膝啊顶肘这样的进攻 双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呢 绝大多数都采用硬扛或者阻挡 到目前为止双方没有抱伤过一次进行袭击 你看 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都很快 就是拼拳 就是在泰国学义回来的邱建良啊 我感觉他的风格跟诺鹏还是很相似的 在全马护肌中这场比赛有点快有点像踢拳比赛啊 这是典型的一场踢拳比赛 没错 虽然有我们时候有一个盘手调柱动作也没有 偶尔就有一个走法走去动作 刚才邱建良的一顿连击 后头没有躲开被击中了脸侠 因为毕竟邱建良比这个诺鹏要年轻 挺好挺好 嗯 我们看到一般的传统泰拳的选手和传统的踢拳选手最大面对拳的区别就是泰拳选手会顶上去 而踢拳选手会用自己的身法躲开 这场比赛节奏很快 双方的拳法造诣的确可宣格力 就左右的直拳他也没摆拳弄过更没有上钩拳 没有刺拳 没有扳线型拳法 攻击 打法太相扣了他俩 这场打法让人就有点热血碰撞的感觉 硬碰硬 双方都是脚踏着三公步在进和后退 所以在比赛的移动节奏上并不是太快 可是在攻击节奏上就是非常快 现在这个洛鹏体能下降了 没错 我估计洛鹏在以往这种打这种冬战比赛的 也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快节奏的比赛 你倒计时 洛鹏还有10秒都开始进行了强攻 你看这个洛鹏的打击的准确性 你看刚刚刚是是吧 刚刚在出钱 但是从打击准确度来说 洛鹏还是更加的惊艳朗盛 And Judge 3 has a 28-29 三好下不远 28比29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比赛结果 蓝方胜 好 好 好